EA2的资料夹中index需要 第一个背景是白色的所以不用改变 第二个就是要输入这什么呢 卡6到码组 字形大小为5 然后标凯体 再来的话呢 颜色它这个颜色是什么呢 颜色要红色的 FF00FF 红色的 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是说要至中 那标题下方呢 将这个五个图 做成这个由左到右 二乘三 就是两列三蓝的电子相簿 然后呢水平至中 每一张小图的外框 外框颜色为一 并依序编号 那这个地方怎么做出来 其实这个地方很简单嘛 就是你就是插入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的部分的话呢 就是两列三蓝 然后呢框线记得不要有框线 并且选择至中就可以了 那特别注意这边虽然说是两列三蓝 可是呢这边我们原则上会把它改成叫做四列三蓝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还有所谓的标 那个那个编号嘛 对不对 一二三四五六 所以我们就改成四列三蓝至中 然后呢框线大小为零 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把比如说第一张图的话 我们就直接把这张图呢 直接拖拉进来 就是0205 0521 拖拉到这个框框里面来 点两下之后的话呢 把它改成120 然后高度是90 直接按确定就好 不过按确定之前还要再做一件事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小图片外框线为一个像素 所以这边有一个所谓的外框线 框线粗细有没有 直接把它改成1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才会产生一个那个图的外框线 按一个确定就可以了 这里按确定 这样子的话图外面才会有个外框线 那一用同样的方式的话呢 就把它加入这五张图 上面再把它加上编号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呢 要设定什么呢 超连结的边缘颜色 未浏览 所以呢我们要怎么设定呢 格式里面的背景 这边有一个所谓的超连结的 这个浏览过跟未浏览过的这个设定 那它这边呢要求什么样呢 未浏览颜色 未浏览颜色 所以这里的话 所谓未浏览颜色就是 这个超连结这个地方 然后它的颜色呢 我们就其他色彩这里把它改成所谓的 FF 00 00 就是红色的按一个确定 再来的话呢 浏览过的 以浏览颜色这个地方 就把它改成 这个应该是蓝色的 然后还有一个所谓的使用中 点选中的就是这个地方颜色 那就是绿色的 好按一个确定就好了 并在并超连结到其他对应的网页 那名称各名名称制定 这个内容如动作要求7 且在man的框架中设定 那这地方的话呢超连结 每个上面都有个超连结 那超连结就连结到自己的图上面去 自己的图上面去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自己的 当然对应的网页 名称制定 所以它这个地方需要再制作网页 那网页名称可以制定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 自定 7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要翻到这个7的地方 7的地方也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需要再做几个动作 也就是说要做分别是123456 总共五张 所以呢这个地方我们还原则上再增加五个网页 123455个 这五个网页呢 主要是要用来什么样的 储存刚刚的那几张图档 那特别注意也是放在el本的2里面 el本2 那我们倒过来好了 5 这个是 4 5 4 3 2 1就对了 3 然后这里的话呢 2 02就对了 然后这里就1 01 那接下来就是说要做一个所谓的那个 这个 有没有 在43页的上面的地方 上面一样是卡6到马祖 好吗 一样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贴上就好了 再按一个enter 接下来的话呢 输入什么呢 上一页 那这里的话就上一页 输入上一页 然后索引中瓜糊 然后再来就是下一页 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下一页 接下来的话 在下面呢 插入这张图 我们把它置中好了 置中 这张图的话呢 我们就 这张是0521 把它放到这里就好了 好 那放到这里之后的话 把它存档 这里好像太宽了一点 那这边的话再按shift加enter 让它有一点点距离 好了 以后的话呢 这个就可以存档了 不过呢 这边还要有个所谓的下一页 跟上一页 那他这边有讲到就是说 上一页的话应该是 如果他这个已经是第一页 那就是 不要呈现超连接 所以这个就要让他下一页的话 一定是连到哪里呢 连到那个02嘛 对不对 因为1的话下一页就是2嘛 所以2 好 那这边一样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其实如果像这个上面的东西 要把它 copy到下一页 其实就可以了嘛 有没有 那这边 只是说这边要稍微修改一下 这样就好了嘛 不然的话你还要重做 那这边的话就是稍微还要改一下 那图的部分呢 这边要超连接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 有没有 这一张图 那这一张的话是这一张图 这一张的话是24嘛 反正他这个边 有边号都 按编号来 那再来就是做超连接 超连接的话 下一张这个地方 下一张就是03 所以你把这个地方改一下 那上一页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超连接 应该是连到1嘛 然后这一张的话就是 这个是连到4嘛 那上一页的话 应该是连到 这个应该3 连到2嘛 那这个的话就是连到4 下一张就连到5 那上一页的话就连到3 那这个的话就是 没有下一页 所以下一页要取消的话 怎么办呢 超连接移除就可以了 就没有了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把它超连接移到上一页 那这样的话就完成 就完成这个 Alben的这个2的部分 分别把它储存档案 那特别注意 有没有看到 如果我还没有存档的话 这边右上角都会有个星星 表示还没有存档 那最后这个地方可以超连接 那这个点下去的话 超连接到1 这个点下去超连接到2 这个点下去超连接到3 依次类推 这个是4 然后这个是5 都是在做苦工就对了 那最后的话 按一个F12 可以预览一下 可以预览一下 有没有 这边可以 有没有 那其实如果 甚至还可以下一页 有没有 我是觉得啦 如果你自己在做 你下一页可以回到第一页 也没有人说不行啊 对不对 那索引要回到首页 所以这个地方还要有一个动作 就是这个锁引 有没有 刚刚漏掉了 超连接要连到index 那index是Alben的index 所以你不要 这地方不要错了 那比较快的方法是 你可以把它copy起来 把它贴上去就好了 然后贴上去 按Save Ctrl S 其实可以贴上 Ctrl V Ctrl S 就是存档 这样的话 你就不用再去按那个按钮 Ctrl S Ctrl S Ctrl S 就存档了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了这个Alben 2 就都在做苦工就对了 好 了解意思吗 好